王夏慧日前在社交平台宣布 8月来说移民美国 这日他现身接受传媒访问 正式和大家交代之后安排 夏慧BB透露 去到美国除了和家人享受天伦乐之外 还有很多节目的 今天是不是叫做最后一个见大家的访问 不是最后的 还有两个月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决定离开香港 不是啊 因为三年在家里天天煮饭 天天游新界 现在我想一下都是自己放松一下自己 第一我去美国有两件事 因为我四代同堂 第二我那里有演出的 我就巡迴演出 演出真的和我另一半有世界 老公有没有说第一站会去哪里 未知啊 不是啊 先去看孙女 我那个孙女 美国第一站 美国 西雅图 西雅图很多地方可以做的 我就可以去三藩寺 登台 温哥华 即是边做边环游世界的 是啊 边做边玩 没办法了 刚才经理人说有个大胆演出 是啊 他出去了啊 你 他大胆 我不知道他什么大胆 他大到胆 我不能拍就不拍 我拍就拍 要半裸 半裸 你行不行啊 半裸 背脊也没所谓 这不重要的 背脊也没所谓 为什么我做的 夏威BB一向有求必应 心得大家喜爱 当提到有网民想知道 夏威BB来说当日会不会素颜现身 他就观似风趣的性格 搭得相当幽默 是现在你招待记者 有派对 我才扮演 平时我怎么会这样做 但我们可能会去机场找你 你是不是在卸妆见我 喂 如果见你 我就不卸妆了 你说 他本来打算不化 你一说就说 我打算不化 如果你来 我就一定要化 不可能被别看不漂亮的面目 留下个好印象 好不好 对 好头好味 我们做人是好头好味 有头有味 是吧 没理由 临到酒 做个这样的样子 给别人看 不行的 一定不需要